今天本土确诊数又跌破2万例 医师省政南州预估在下下周一 11月21号有机会跌破万例 指挥中心回应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秋冬多重病毒夹击之下 新美市一名幼童是同时染上了三种病毒 包括副流感病毒 肺炎链球菌等等 进而引发农胸一度重症住院 医师就提醒家长要特别留意 国内疫情稳定下降 12号新增本土19172例确诊 较上周六下降24.9% 医师省政南预估 依照这样的下降速度来看 11月21号星期一 很有可能出现首次跌破万例 当然是有可能 不过就整个疫情或是在下降 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到府邸 还是要看民众他的防疫的疫情 虽然确诊有望降到千例 但是也不能忽视染疫后的症状 国外最新研究发现确诊新冠病毒 罹患静脉血栓塞的几率 比没有确诊者高出2.7倍 如果住院死亡的可能性更高出100倍 确诊康复之后由于免疫反应 还是造成一个 拧血功能的异常而产生血栓 虽然新冠疫情趋缓 但是因为两年多的免疫负债 造成多种病毒入侵社区 医师求证询透露日前收治一名重症儿童 同时感染副流感病毒和呼吸道融合病毒 还有肺炎链球菌一次感染三种病毒 也是疫情两年以来首例 小朋友如果说有九颗不育或发高烧 因为那个肺炎的细菌 一般来讲越早给抗生素 其中肺炎链球菌重症风险高 若是引发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 死亡率会比较高 医师建议65岁以上长者 可以尽快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 来有效降低70%的重症率 年纪大的一个族群 适度的施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 可以降低某些重症跟死亡的一个风险 防疫逐步放宽 冬季多重病毒夹击 加上免疫负债 医师提醒今年冬季 要比往年都得更加注意 这样是续翁家瑜台北仗报道